美国现在问题多多吗 因为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 他们所公布的 就是在展望今年2024年 全球有十大风险预测 结果你看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分裂 这个是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versus itself 这个是十大风险里面排第一 美国分裂 美国是真的要分裂了吗 今年因为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以才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使 对 一点没错 因为现在美国这个 Colorado跟缅英 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州里面都决定 Colorado是这个州法院嘛 最高法院决定 不让这个拜登的 不让川普参加 在他们州里面的 这个共和党初选 这个事情知识体大 缅英州他们的这个州务卿也宣布 他们要做这个裁决了 那拜登 川普已经把这个案子 提到最高法院去上诉 因为这个他认为是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才能做决定 可是川普我看他讲话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把握 对 他只说了希望我提名的那三个大法官能够发挥作用 你知道美国大法官有八个 他只能指我掌握三个 那如果大法官裁决今天拜登就是 川普就是不能选美国总统的话 那把他参选美国总统资格把他拿掉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会产生非常大的动乱 所以就变成美国的分裂 那还没有讲分裂以后下一步是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月刚开始的时候 1月6号因为是这个美国这个当时这个 国会暴动的 国会暴动的三周年 是的 那拜登跟这个川普做了两边非常对立的一个发言 拜登说这个那些参加暴乱的人是Trump's mob 川普的暴民 那川普怎么说这些人呢 川普说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他是这个叫 对不起他们是这个 他们是人职 他们是hostage 他们是被这个民进党绑架 这民主党绑架的人职 两边认定这么差 而且差这么多 而且共和党的5分之3的人 5分之3的都认为川普上来应该要特赦 现在被民主党政府所起诉判刑 以及在服刑的人5分之3 所以这里面就是美国民意很大的这个分裂了 那你要知道他这个有700多人被定罪 有些已经服刑出来了 可是最最判最重的一个就是proud boy 就是骄傲男孩的那个头头 你知道他被判多少年吗 他被判20年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极右翼团体的负责人 被判17年 所以这个问题还在选举之前就会爆发出来 然后我认为这个就是说 川普是认为就是说 他有没有办法参加初选的问题 在两个州初选的问题 他认为美国的联邦法院会非常快的做决定 所以这个决定就是一个美国政治的危机的一个关卡 如果没有过去的话 我觉得川普他的支持者会抓狂 然后呢就美国分裂 美国这个分裂可不是简单的 美国上一次分裂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那个是19世界 所以现在这个噩梦感觉又要重演 所以我认为他讲这个是世界头等大事 是一点没有错 那中东的问题我还觉得不是第一个 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比中东的还严重 好来不过我们看看 现在呢说实在的 美国一直盯着这个中国把中国视为威胁 可是中国大陆一直要努力的发展 发展了什么呢 像我们看到基础建设就好好发展 你美国能比得上吗 现在我们看到了包括像国铁集团 他们把C2450 那么这个样车制造都已经完成了 预计到2025年投入使用 所以怎么样呢 时速可达450公里的高速列车 成为全球最快 你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坐这个车 花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够快了吧 再来看说真的 你北京上海两边的通行 不要说是坐高铁 也可以搭C919啦 因为本来我们都知道 这个北京上海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航线 上海红桥到北京大兴航线 这个大热门 结果现在东方航空他们也把C919 纳入在这个航线里面了 以后只会有更多的C919不是吗 蔡委员 C919是中国民航事业飞机制造起飞的元年跟象征 因为我们都知道民航机的制造 甚至于比战斗机更麻烦 因为战斗机毕竟是身强体壮的人在开飞机 可是民航机老弱妇孺什么样的人都要在 所以它的安全性 而且是舒适性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各国的认证都很麻烦 但C919已经在中国大陆 经过繁复的程序 你看它几年了 它不是在停机坪里面待着 它经常一直飞一直考验一直飞 适应各种天候 适应各种地理环境 这样磨练出来以后取得认证 现在正要往海外走 最近好像参加几个重要的航空展 要秀肌肉给全世界看 那有人说它应该很快可以拿到欧洲的认证 那美国认证大概不太容易 这个是可想而知 因为C919未来打开市场 应该是在东南亚市场 以及这个欧洲 俄罗斯市场是比较容易打开 但不管如何 C919跟最近的波音 刚刚脱离所谓的飞机门的一比较之下 连门都没有的波音 连门都锁不好的波音公司 螺丝松了的波音 只会使得中国大陆更有信心 买自己的飞机 那大高铁会不会也不差 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因为有些人需要搭飞机 有些人需要高铁 因为毕竟飞机还是比高铁快 但是问题是高铁的运量一定比飞机来的大 而且高铁进出的也比飞机来的方便 所以它基本上是两个市场 那这个从北京到上海 这几乎就是一个两大经济中心 它来往的这个如果能够到这个450公里的话 那跟飞机 飞机大概是800到900 这已经飞机速度的一半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一个记录 因为现在大陆上是说250的叫动车 300以上的叫高铁 那如果到450 那真的是很快很快了 确实如此 那现在来看看在北欧的国家里 现在包括瑞典芬兰是不是都挺有压力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讲请教杨老师 你看瑞典瑞典这个北欧国家 它其实已经大概维持和平超过200年了 可是现在却要大家备战 要做好这种战争的准备 两个国防的官员都这么说 说瑞典可能会发生战争 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那当然了他们的前总理就立刻来批评了 说是这样子制造的恐慌 就相当的不满 不过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他瑞典 不是就是要加入北约吗 你加入北约不是应该是要带来的 是更加的安定吗 让自己觉得安全吗 可是现在反而要你的人民什么 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战争了吗 然后再另外一头 芬兰的领导人跟大陆国家领导人 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国家历史上的教训 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复杂性 他被当时的美国的西方的媒体 就欧洲的这个媒体一面倒的倾向 这个战争就完全是俄罗斯发动发起 然后接下来就会打北约国家 或者是北欧国家 因此没有加入北约 没有得到美国的军事跟核无保护的国家 很可能去下一个目标 所以他们连续错了两次 第一个加入北约 第二个开放给美国的军事基地 瑞典开放了17个美军 这个基地让美军可以进入 而芬兰开放了15个 当芬兰跟美国签署这样一个协议的时候 马上1300公里长的芬兰 跟俄罗斯之内的边境 就变成一个导火线 因为你现在想想看 芬兰距离圣彼得堡多近 芬兰其实跟俄罗斯 以前的苏联打过两次仗 冬季战争跟之后的持续战争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俄罗斯就表达了强烈不满 对 所以他就重建了列宁格勒军区 然后在那边也部署了一些 就是说武器 他的部署武器是防卫性的 所以从俄罗斯觉得说 事实上是美国进入到了跟我的边境 跟我领土的边境上面 他当然要做防御 那在芬兰这边你就这么愚蠢到 你现在就了解到 你把你的人民带入到了恐慌 带入到了可能备战 带入到了可能 你也会发一个卫星假警报 是 确实如此 我再求他们了 我补充一下 芬兰的总理本来 是不想要加入北约的 可是美国干了一件坏事 花庞大的金钱 在芬兰的舆论市场上面 不断的制造议题 制造话题 使得民意本来百分之二十 支持加入北约 一下子变成百分之五十几 所以他们的政客的顺应这种民意 所以让芬兰来加入北约 那美国算法是说 我这样可以控制芬兰湾 因为圣彼得堡出来就是芬兰湾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美国加上芬兰 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能够挡得住内宁格勒军区吗 这个会比乌克兰更差 可是你知道吗 这种美国用媒体 所散动出来的一种民意 所支持出来的政策 就会把芬兰带上不归路 是啊 那现在问题是 普丁现在可不是吃素的 我们看到普丁呢 他是第一次 第一次去了一个地方 俄罗斯非常东边的地方 离美国才55英里 这个边境地区 冰雪覆盖 虽然很冷 楚科齐 这里最东端 跟阿拉斯加 隔着白岭海峡 但是就只隔55英里 所以有英国的媒体 就说普丁这么做 根本就是为了要嘲讽西方 但你以为他只是去笑一笑 笑一笑美国人吗 当然不是 应该有他的战略方面的一个用意吧 来我先请教一下 接大使 那当然了 现在 其实你知道以前 那个地方的两边的 艾斯基姆原住民 他们在冬天的时候 都是走过冰过去的 白岭海峡 那个是可以通的 俄罗斯大陆在极寒的时候 他们是通的 所以就是说美洲原住民 很多是亚洲的 亚洲的民族过去 就是从那个点出来 当然我觉得现在 那里多冷 零下28度 对对对 那个等于接近北极圈 所以它是冰封的时候 两边的原住民是仿亲戚的 这边的到那边 那边到这边 那你要知道阿拉斯加 是当时的这个 这时候是沙俄卖给美国的 对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 非常非常的怎么讲 非常非常后悔 可是阿拉斯加也是 事实上是美国跟这个 俄罗斯最接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普丁特别去一下 当然有他的政治遗憾在里面 极强的政治遗憾 因为这个地方要 要对美国的 所谓的美国领土进攻 这也是最快的一个地方 那形成某种程度的压力 就美国就一直在讲嘛 要在这个北极圈 要加强什么部署啦 结果现在你看 普丁以前都不去 现在去 然后又那么靠近美国 对 这个就是表示 给美国施压 我认为另外方面 也引起他国内对 这块地方的重视 那还有这个地方 将来也是所谓的 北极航线的很重要的 必须要穿越的地方 那有多重意涵 政治军事跟经济的意涵 那本来美 俄罗斯跟美国在这个 北极海 北冰洋 还有这个白令海峡那边 就过去就是长期的 对峙的很严重 累战时期更严重 那可是在北冰洋里面 军事力量最强的不是美国 是俄罗斯 而且在北冰洋里面 有最大的城市 是俄罗斯的城市 叫莫曼斯克 莫曼斯克虽然在北冰洋 可是它是一个不动港 不动港 它人口是大概有80万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俄罗斯现在注重 它的北方边境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普丁特别器 都是有高度的意涵 在里面 确实如此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